富豪之妻和儿子一起沐浴 天后前夫也曾做出类似举动 孩子大了真的不需要避险吗 香港富豪许静恨的妻子李嘉兴 曾在社交媒体平台晒出过一张自己和儿子的合照 这张合照让人争议的点在于孩子已经很大了 可李嘉兴却和对方一起坐在浴缸里面共浴 这种的做法让人觉得孩子一点性别意识都没有不说 家庭的教养也成为了很多人攻击的重点 可此时的李嘉兴却并没有选择避险 反而在这之后晒出了更多自己和儿子嘴对嘴亲吻的照片 虽然母子之情始乎之欲出 但这样尴尬的画面也让不少网友 想到了同为富豪的李嘉鹏和女儿李嫣 天后王妃和李嘉鹏选择离婚以后就 直接将自己的女儿拱手让给了前夫照顾 和他前一次离婚的做法倒是一模一样 可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次的李嫣却 并没有被培养成斗镜头那样的叛逆女孩 反而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乖乖女 而李亚鹏在这之后也经常在社交媒体平台 晒出妇女二人的现状 有一次李亚鹏或许是有些太得意 竟然直接亲吻了女儿李嫣的大腿 隔此时的李嫣已经有15岁的年龄了 看着李嫣在镜头那边笑得非常开心 很多网友不由地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甚至希望王妃能够重新回来照顾自己的女儿 可在这之后李亚鹏和李嫣两个人还是经常当容亲吻 有的时候李亚鹏甚至会亲吻女儿的嘴唇 这样的做法和李嘉欣非常的相似 似乎是为了证明亲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但又不得不让人感到有一些略微的别扭 毕竟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到了直到避嫌的年纪 很多网友都认为孩子到三岁以上就不宜再和父母过于亲密了 因为这样的话只会捧出更多傲娇的妈宝男或者是妈宝女 更重要的是一个孩子如果不懂得避嫌 日后在社会上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也有网友认为其实亲子之间的关系 只需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了 李亚和李嘉欣的儿子都没有提出意见 其他的人无需多嘴多舌 没准只是人家的关系比较好 大家认为孩子大了需不需要避嫌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